岁月催人老,谁也逃不掉!53岁刘嘉玲尽照曝光,苍老四七十岁老奶奶。 刘嘉玲素颜曝光遭到网友吐槽,直呼,梁朝伟已经习惯了她的模样。 如果说谢娜是湖南卫视的一节,那么刘嘉玲就是娱乐圈的一节。 不要以为她和其他香港演员有背景有财力,她今天的所有成就都是她一步一步拼出来的。 1980年,当时年仅15岁的刘嘉玲离开故乡苏州来到香港谋生。 举目无琴,没有学历,语言不通,义无所长,唯一能拿到台面上的,就是只有唱歌跳舞的一点底子。 刘嘉玲想到的唯一出路,就是投考TVB议员训练班。 由于不会讲广东话等种种原因,她惨遭逃牌。 她不甘心如此,仗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,苦练广东话和其他演艺才能,连考两年TVB后终于被录用,并在18岁那年顺利出道。 虽然被录用了,但是她早期的电视角色都是一些龙套而已。 后来,由于电视剧中实在得不到发展,她转而投身电影行业。 1991年,26岁的刘嘉玲评级电影《阿飞正船》,获得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第28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,演技与能力终于得到了广泛认可。 刘嘉玲的气场一直无人能及。 去年八杀死善业,张子怡靠住拍照路间的表里表气又火了一把。 殊不知站在张子怡的旁边,那位戴住墨镜气定神间,听着主持人容长的发言,耸尖一笑,无比松弛的刘嘉玲,以超人的气场和神态让人折服。 作为娱乐圈的时尚女王,刘嘉玲虽然年过八百,但依然性感逼人。 刘嘉玲,近几年频频频出席各大场合,于七十后,八十后,甚至九十后的女星同台正方斗燕,因为保养得法,她的颜值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。 然而卸掉农庄后,素面朝天的她却成为了这样。 甚至还有媒体拍到她这样撞脸欧巴马的素眼罩,简直不忍之事,憔脆藏老四七十岁老奶奶。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句话,娱乐圈的女星化妆后是仙女,是女神,而卸了妆一个个全变成了凤姐,而刘嘉玲的素颜照貌似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。 。 岁月催人老,谁也逃不掉,然而刘嘉玲的那份随性,自由的态度,或许是她至今仍受到众人喜欢的根本原因吧?你喜欢这位娱乐圈的大姐大妈? 。 刘嘉玲,Karina Lau,1965年12月8日生于中国江苏苏州,1980年随父母移居香港。 中国香港影视演员。 。 刘嘉玲。 。 1984年,毕业于香港无线电视台第12期议员训练班,1989年,主演TVB电视剧《上海大风暴》《艺人分饰两脚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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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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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ước 。 , 。 。 。 , 。 。 2014年,平击过界男女荣获第九届大阪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。 2015年6月,刘嘉玲在法国玫瑰山庄被授勋左岸名庄骑士荣誉会员,2016年4月,刘嘉玲入驻杜沙夫人蜡相馆,2016年7月,参与录制《我们来了》。 2017年,参加综艺节目《最强大脑》第四季,担任嘉宾评委。 刘嘉玲。 刘嘉玲年轻的时候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都是耀眼一节,一生可谓风光。 50岁之后的身材依然好得让人羡慕,穿着年轻时尚,但是最近网上就曝光了她的一组素颜照片,没有一点装扮的她,看起来老了很多,脸上一点汁水也没有。 我们平时在电视网络上看见的刘嘉玲是身材火爆,五官精致,化了妆的她看起来就像三、四十岁的少妇,但是私底下的素颜照片真的是这样吗? 刘嘉玲。 刘嘉玲。 很多年以来,在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夫妻关系中,外界的印象大多觉得梁朝伟在这段关系中做出了很多牺牲,甚至还有人觉得是梁朝伟一直在迁就刘嘉玲。 。 各种娱乐新闻里,刘嘉玲总是很贪玩,梁朝伟总是很低调,这让更多人猜测两人的关系是女强男弱,曾经还传出过分手传闻。 刘嘉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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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娱乐圈中也有恩爱但没有儿女的模范夫妻,比如发歌发嫂,希望梁朝伟与刘嘉玲能一直保持住这样的低调的恩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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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